各位弟兄姐妹 平安 感谢主 我们今天在一个明媒的主热里 又聚在神的殿里 来敬拜祂 今天是我们二月的最后一个主热 在我们教会里面 往往把最后一个主热 把它指定为叫做福音主热 当然我这里要声明一下 所谓福音主热是 为了我们弟兄姐妹 提高一个我们传福音的特别的意思 我们特别是这样定的 也就是说 我们让我们基督徒的弟兄姊妹们 不要忘记 我们的门是向着世界打开的 我们有责任要把福音传向万邦 我们有责任让许多 从未听说耶稣 他明的人能够在这里认识的耶稣他自己 所以福音主热本来作为一个标记 是让我们的弟兄姐妹们 想到有福音主热 就能够把自己周围的 所认识的那些朋友同事 灵舍请来 或者我们就像开地姊妹样的 就是常常就是在街上 能够找到那些 他们来到我们中间的新移民 或其他的 在街上彷徨的人 能够把他带到上帝的家中 让他来听到真正的福音 但是我在这里要强调的 其实每一个主热都是 在根本的意义上都是福音主热 因为我们都是讲神的道 神的道的根本就是福音 所以在这儿呢 从这个意义上是没有区别的 所以千万不要认为 其他的主热就不是福音主热了 其他也是 不过我们特别指定 这一个月的最后一个主热事呢 特别强调 就是让我们大家 更加地来注意 关心我们周围那些不幸的人 那么我们今天 既在福音主热 我们再把福音在这里宣讲 什么是福音呢 福音是 借助神在古代 在古斯所兴起的 距今差不多四千多年前 所召唤出来的一个人 他的名字叫亚伯拉罕 于他列约的时候 宣布出来的 也是在他的后裔中 跟他列约说 上帝要将他的国度 土地和他的子民 赐给亚伯拉罕 由此产生了一个新的着类 在全世界是 都非常特别的一个民族 这个民族现在还在 那就叫什么 犹太民族 以色列人 但是关键的就是说 在上帝兴起亚伯拉罕的 这一路的过程当中 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创世纪 大家都知道 神特别的福音 是在这里要显明的 神要是地上的万国 都要因亚伯拉罕的 后一得福 因为你没有把自己 独生的儿子不留给我 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大家都知道 我们这是信物之家 最近在查考的 因为亚伯拉罕 在这里面显出这样的信心 是神真正要求 跟随他的百姓 所有的信心的时候 神就借着他的 在这信心中看见 神将来有一天 也预备 要把他自己的独生爱子 赐给他所要拣选的百姓 所以在牧师 在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 有一位就是神他自己的儿子 道成肉身 将士为人 来到世上 因此成为上帝 赐给世人的赎罪的羔羊 死在十字架上 完成了上帝借着古诗 借着众先知所说的 弥赛亚盼望的预言 因为这个预言就是 神一定要让 要把他的百姓 从罪恶中拯救出来 所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 就从死亡的黑暗中 拯救出来 出黑暗 入光明 进入永生的光明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的本月经纪里面提到的 我实实在地告诉你们 人若遵守我的道 就永远不见死 这话是跟同样八章里面 耶稣一句话 我在世上就世上的光 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这里面讲的 上帝的福音 就赐给我们有永远的生命 而这个 我们成就的一个先决条件 就是我们愿意来信靠 来跟从 来跟随这光 来遵守他的道 这就是 福音的根本了 所以 关键的福音的根本 就是耶稣基督 我们怎么来认识他 我们是不是真看见他 他是神荣耀的 所发的光辉 是上帝本体的真相呢 因为在旧约里面 十戒里面 神严严地警告 以色列人不可雕刻任何偶像 来表达 甚至说表达 他们所信的耶和华神 因为耶和华神的本体的真相 是要在耶稣到来的时候 才显现给我们 因为从来没有任何人见过神 只有父怀里的多生子 将他显明出来 所以我们认识我们的上帝 是借着他的爱子 耶稣基督来认识的 我们能够信他 特别提到了 就是哥林多后书保罗所说的 就是我们信他是因为 那丰富光从黑暗里造出来的神 所以上帝采行的爱子 到了世间 就像从光从黑暗里造了出来 那出于真光的真光 来到我们当中 已经照在我们心里 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 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 所以得救的关键在于 我们是否认识他 耶稣他是谁 他到底为我们做了什么 他在上帝的整个启示的救恩当中 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所以传福音就是传耶稣基督 让我们能够认识他 这也就如哥林多后书说的 是要不谬讲神的真理 只是将真理表明出来 好在神面前 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 所以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 就是用神真理的光 启动我们人心中的良知 使我们心灵为之开言 能认出他是谁 同样保罗说 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 福音好像就是既是磐石 让我们能建立在上面 同时也是绊脚石 让我们很多人听了以后就绊倒 他们不信就是因为他们 他们说的 怎么有这样的福音 怎么会神会告诉我们这样的事情 来表明是神是存在的 他原来是要来 用这种方法让我们知道呢 世人自以为自己的聪明 那就是瞎了他们的眼 所以在这里 保罗说 如果被蒙蔽的话 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 此等不信之人 被这世界的神 弄瞎了心眼 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 所以这里面呢 一个真正人 刚硬的人 不信的人 最主要不能信 因为他里面 他里面的黑暗太重 他只是固执在自己 待在这个世界的 那个所谓的神里面 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 这世界的神是什么呢 就是肉体的情乐 眼目的情乐和什么 精神的骄傲 由此产生了大大小小的偶像 对不对 你如果是肉体的情乐 你就是以在这个世上 来吃喝玩乐 作为自己人生的目标 这是肉体的情乐 眼目的情乐是贪得无厌 要占有 在世上各种各样的 有了还要有 要贪 要控制 要得 精神的骄傲呢 就专门愿意觉得 自己是世界上很了不起的人 自己在世上是救主 自己要在这里 要去听从那些高大上的 所谓的学说主义理论 来满足自己有远大的理想 但是这个里面 是没有神的存在的 是人的自己的骄傲里面 构出来的各种主义 不管这种主义是科学主义也好 是共产主义也好 还是什么 这种民族主义也好 爱国主义也好 都成为我们的偶像 让我们去以为为他奋斗 以是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超凡图书了 这样就有伟大的所谓 革命理想情操了 这都是设计上 都是世界的神 不过就在三个方面 满足人自己 不需要神 来满足自己 来高举自己的愿望 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 这就是所谓世界的神 就是来满足 是和我们这三大愿望的 各种各样的偶像 所以这些偶像在的话 我们就无法来认识耶稣基督 所以认识耶稣基督 必须把这些偶像全破除 否则我们就不能认识 上一个主日 我们传讲了耶稣 是如何让一个 生来就是瞎眼的人 重新得到光明的死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神节 这是主耶稣 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行的 又一件神节 是七个神节之一 因为在这个神节里 主要是借此宣告 耶稣所说的 他就是世界的光 这也真理 因为耶稣说 他说他是世界的光 最重要的是说 真理是由他而来的 他就是真理的本体 他在老世上 如果我们被他所吸引 就是被真理所吸引 如果我们拒绝他 我们就是拒绝真理 我们就是叫做拥抱虚妄 拥抱谎言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面 耶稣为了体恤我们 肉体的软弱和小性 他在宣讲自己 是那世上的真理的光 是要开我们心灵中的眼睛 要驱散我们心灵中的黑暗的时候 耶稣同时要显现出来 让我们能看到肉眼能看到的光 所以耶稣在这里 以他创造者的身份 他吩咐那个生来就下眼的人 开眼 重新见到那光 这就是让我们原来不够的信心 能够被激发出来 因着能够看到这个无可遍布的神节 已经呼声声地显在我们面前 由此我们将荣耀归给主 我们就知道 耶稣他是从上帝来了 他就是他所宣讲的 他自己的 到底是谁 只有他自己宣告我们 向我们宣告我们才知道 因为他的宣告是有那巨大的 那个能力 和那特别的 这样的神节向我们显现 也有很多人 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 他们总是真正有知说 你说要我信神 神在哪里呀 让我看见一下呢 对不对 不知道我们讲这话 我们自己的虚妄在哪里 你要看见什么 你能看见的 按照物理学的定律 就是你要看到一个反光体 是不是 只有反光了才让你看见 没有反光了是不能让你看见的 包括空气它不反光 你也不能看见 对不对 只是由那种物质 吸收光又反射出来的 你才能看见嘛 你黑洞 你永远看不出来的 宇宙的黑洞 是不是 因为光进去全部被吸住了 你根本就无法感受到它 无法看见它 所以我们如果说不能看见 你肉眼不能看见 你就不信吗 那么上帝的神经 你信不信呢 那么在这里 当福音的道 耶稣第一次出来的时候 为了让诗人知道 这些写在福音书上面 都是所言不虚 字字都是有 完完全全的真实的凭据 在这儿的时候 所以当时 耶稣就显出 他的大能来 让我们就看着 他自己能够所做的事 照理 我们就想 既然在那个时代的人 已经看到这么大的神结 那么还不相信 耶稣是从神来的 他会有那超自然的能力 怎么来呢 那肯定不是凡人能做到的吗 因此就应该信吗 为什么耶稣会遭到 这么大的抵挡呢 甚至要把他猝死呢 这些人真是吃了 雄心豹子胆了 对不对 要我们想想 这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这却是真正发生的事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并不知道 我们人是谁 我们以为我们的人 没有一个人愿意被骗的 但是我们要先告诉他 人不但愿意被骗 人还情愿被骗 而人自欺自己 还要自己给制造谎言 不但让自己愿意 被这个谎言所骗 还要用这个谎言去骗 更多的人 为什么呢 就是为了抵挡耶稣 就是不将主权要交给他 人什么事都会干 这就是我们今天题目说 黑暗为何不肯接受光的原因 因为 约翰福音一上来的就说 生命在他里面 生命就是人的光 耶稣是生命之源 我们如果跟生命有份 除非我们 在我们的人里面 有那生命之光 生命就是人的光 可是光照在黑暗里 黑暗却不接受光 这里面 约翰福音讲的 不是物理定律 他讲的是一条 属灵的真理 从物理定律来讲 大家知道 万有都听从上帝的安排 光照到哪里 黑暗一定被驱散了 但偏偏上帝 照到万有里面 最按照他形象所造的人 犯了罪以后 唯有人不听神的话 可以光照在黑暗里 心灵的黑暗 却能抵挡光 所以在这里面 这是一件非常可悲 也是一件可恶的事 所以说 人在这里与上帝的得对 但是上帝仍然要把恩典 能够加在那些 与他得对的人当中 这就是那 测不透的福音的奥秘了 那就是 那个天生生来 就是瞎眼的人 在他毫无知觉的情况下面 在他摆在店门口 被万人所唾弃 看不起的时候 耶稣到他面前来 使他的眼睛复明 而这一件 忽生生地让 从未 生来就瞎眼的人 能够被治好的事情 在以色列从来没听见过 所以这件事情 是挺轰动的 你要说新闻效应 那是头条 所以当时他周围的人 都甚至都不敢相信 这就是原来的他 只到他自己说 这就是我 大家才安静下来 怎么安静下来以后 人们怎么办呢 人们就想 这事从来没听说过 因为犹太人是信神的 他们觉得这件事 既然是一件大神 就临到他们中间 他们就需要找 这个当时社会当中的宗教权威 来给他们提供意见 到底这是怎么回事 这就来到了本章 我们九章里面讲的十三节 他们把从前瞎眼的人 带到法利塞人那里 他为什么带到法利塞人那里呢 法利塞人是那边 纳什的心学的老师 所以有关属灵的问题 要请教了 只能找法利塞人 所以法利塞人 垄断了对圣经的解释权 所以他们到那里是讨教 希望能够从此 从中来知道 如何看待这个神节 如何看待这个被上帝 被这个神节医好的 天生的虾子 也可以说 他们本来并没有恶意 要对这个被开言的虾子 但是这里事情麻烦来了 可能这些零射都没想到 这就是十四节讲的 耶稣和你开他眼睛的日子 是安息热 哇 这下子犹太人得知这一点的 就高兴了 犹太人正愁 找不到把柄去攻击耶稣 因为他们现在是千方百计的 要抵制耶稣的影响力 所以在这里面 终于给他们看到了一条 可以放在台面上的一个理由了 因为安息热 按照他们的理解 在摩西世界里讲的理解 何功都不可做 这个何功 在他们里面就演绎出 几百条的这种说法 我上次说过了 你连提件衣服从楼上走下来都不行 那都是做事了 你怎么办呢 你非要提下来就穿上去 然后穿好又走下来再脱下来 你这个就不是做工了 这是你的生活 你要穿衣或者脱衣 是这样的 你提他是不行的 所以大家知道 在约翰福音第五章里面 耶稣在毕斯大池子边上 制好一个38年的贪子的时候 那个贪子被耶稣吩咐了 起来拿起你的弱子走吧 他一提弱子 这下子当时法利塞人的宗教警察 眼目是很亮的 像城管一样的 一下就看见了 那不得了啊 你居然在安息热的地方 时候怎么样啊 你劳动 你好提弱子走吗 那你是在劳动 你是搬运 搬运工 你是做搬运事情 那这就是一个 这是他们的理解 不可做工的事情 所以当时他们就 就围攻了耶稣 所以我们知道 整个约翰福音到第五章是个转折点 就是叠意 法利塞人的 对耶稣的叠意就是第五章 因为看到耶稣居然在安息热那天 他医病 所以要定他罪了 因为法利塞人在他的条规里面说 除非这个病是 你不救他就要死的病 你如果这个事救可以免掉 不算 你是违反安息热 只要这个病你当时不救他 当天不死的 你去救了他 你去医了他 你也就犯了安息热的规条 因为你在安息热居然医病 这就是法利塞人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面 法利塞人还进一步地 就打听你是怎么医的 要取得更多证据的时候 他们居然也得到了 他们所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法利塞人问 问他是怎么能够看见的 就向瞎子打听 从前的瞎子打听 你到底怎么看见的呢 瞎子他说得非常言语 非常简洁 就这么两句话 就把这个事情讲得清楚了 最重要瞎子表明了 神迹确实是发生的 神迹是耶稣所做的 他表明就这么简单 这个人 他把泥摸在我的眼睛上 他把泥摸在我的眼睛上 摸泥啊 这泥怎么来的 调的啊 调泥摸泥 那是做工的事情 那也是做工啊 摸在眼睛上面 我去洗了就看见了 当然他们不愿意听到这句话 他去洗了就看见了 就说明神迹真发生 但是居然摸泥 这就是一个把柄 摸泥 因此法利塞人就马上就说 这个人不是重生来了 终于在这里找到了 给不测耶稣的身秤 因为他说 我是从父那里来的 你们不认识我 因为是不认识我的父 你们若认识父的话 一定认识我 你们为什么不认识我呢 因为你们的父不是亚伯拉罕 乃是那个什么 那个撒旦 那个是骨蛇 你为什么 你们说的是谎言 你们信的也是谎言 因为撒旦 本是撒谎的 而且他是所有撒谎人之父 请注意啊 这个神结就是针对着 不光是讲真理和谬误 真理相对的是真实 谬误相对的是虚假 现在就围绕着这个神结 到底是怎么样进行的 到底发生不没发生 就发生了这么一场 特别的 这么一场来面对的 这么一件事情 来看出 谁的性是虚妄的 谁是怕面对真实的 这就是让我们今天来看到 所以法利赛人马上就可以说 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守安息日 我们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一听以后就想 哎哟 耶稣你怎么了 上次你那个医那个人 你七天里面有六天可做 你偏偏在六天里都不做 你就选一个什么 安息日去给他医病 结果惹了这一大堆麻烦 惹了一身骚 碰到这种情况 你要吃一欠长一智啊 对不对 你下次怎么这次医病了 怎么又碰到 这个七天当中有六天不用 你就偏偏用这一天呢 当然医病是好事 也是行善 那么放在其他六天做 就没有争议了嘛 法利塞人也就不会对你 这么样仇事了 是不是 那你不就是自找的吗 你把自己放在了 法利塞人的队里面 这哪能向你自己所教导 说门徒要什么 灵巧像蛇 你自己的本身不灵巧 是不是 在我们看来 这是我们自己的一项情愿 不要忘记 耶稣说 我来到这世上 我只是要完成了 差我来者的什么 旨意 我是顺从那差我来者的旨意 我要做成他要我所做的功 那就知道了 原来在安息日做这事 是上帝父的旨意 做儿子是绝对顺佛的 这里面你要想想 为什么耶稣就一而再 这而三地挑战 犹太人的这种 关于安息日的这种 他们自以为是从摩西那里 得来的律法观念呢 因为真是这条观念 他们让他们自己 感到自己特权在握 他们以为他们在遵循神的话 实际上他们是扭曲了神的话 以扭曲了神的话的形式 来控制他底下所要控制的百姓 这跟上帝所施立安息日的旨意 是完全相反的 上帝施立安息日 是让百姓在犯罪的过程当中 从那些你要 就是汗流满面 才能糊口的 兼具的劳动当中 回归安息 有一天作为象征 虽然在最终 但是上帝给你有盼望 这一天你在地上演练 是为了进入永久的 安息做预备的 那全是为了人的缘故 为了人能够真正的 能够在上帝里面 能够得着真正的平安 安息和盼望 可是犹太人在这里 把整个安息日的时候 安息日做得非常的恐怖 成为了 做成了很多的条规 舒服很多 把本来上帝要给人 给予自由的 让我们能回归神 而不要被世俗的劳动 或者什么世俗的世界的 忧虑给捆绑呢 它变成了你生活当中 你动辄得救的一个捆绑 甚至连做善事都不可以 这不是摩西原来颁布 这个安息日的意识 圣经里从来没有这样记载过 可是他们却把自己发展出来的 一套解释圣经的方法 把它当作与圣经同等一样的 这样的位置 这就是他们最可怕的盲点 明白了吗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说 我们要回归圣经 就是要把握全本圣经的精益 它的存真和全备性 而我们在这里 我们所做的任何的神学功夫 都是仆人的功夫 都是要忠于祂的主人 就是上帝的启示 从来不能把自己的神学 和教育的发展看成是绝对的 只有上帝的启示是绝对的 所以在这里面 法利塞人是高举 他们传统当中的一套条规 而这套条规 他在这里居然跟上帝的话语 真正的启示向对抗 这才是神眼中极大的犯罪 所以耶稣在这里 真正的是要对抗的 也就是说真正的犯了安息热的人 就是这批口口声声 要遵守安息热的人 这就是世人的虚望 但是耶稣在这里继续做 就是表明 真的神的道是要勇敢地传出来的 永远不是看环境 永远不是要看世人的眼色 不是说环境一收紧了 情况一不对头了 我们赶快改换腔调 我们赶快改换做法 圣经里每次遇到环境紧张的时候 反过来都是要来我们呼叫我们的神 让我们能够刚强壮胆 放胆讲人神的道 神的道 因为这个光是绝对不能让黑暗所胜过 黑暗可以不接受光 但黑暗休想能够吞死光 扑灭光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就是耶稣在这里特别要提到的 他在这里面 他把自己引到了所谓的 所谓这些法利塞人的一个仇恨的当中 因为本来他们就是要仇恨 所以这一点耶稣不怕 耶稣不怕 那么耶稣他是 是在这里他是说到了这个把柄 所以他们法利塞人 他们得错结论 既犯了安息者就是个罪人 所以绝不会是从神来的 他们以为这下子拿到了 他们就可以注定下这个结论了吗 但是他们要下这个结论的时候 毕竟他们当中的有些法利塞人 还是感到有点心中有点不安 有点uncomfortable 所以有些法利塞人就这么说了 怎么说呢 又有人说 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节呢 他们就起了纷争 原来这批法利塞人也有他的道理的 你就不能说 因为他违反了安息者 他就一定是罪人吗 当然违反安息者一定是罪人 关键的问题就是说 他是不是真的违反了 本来上帝的光照给我们开眼 让我们知道我们认为违反是 我们的理解错了 真正违反是我们自己 是我们确解了神的意思 所以在这儿的话呢 可是真的是让我们 如果固步自封的人认为 我这是坚持当时摩西德律法 摩西德律法 这是不可变的 但是你怎么解释呢 如果他不是从神来的 怎么能行出这样的神节来呢 这话怎么说呢 因为大家知道 尼哥迪摩是法利塞人中的一位 是不是啊 地位相当高的 他是晚上来见耶稣的时候 就对耶稣说 父子啊 他说我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的 怎么知道呢 因为他下面的话就说了 因为你所行的神节 若没有神的同在 无人能行 你说从理智的shop上面讲 这个理智的分辨来讲 尼哥迪摩是第一把手 他是很聪明的 他知道 但是仅仅这个还不能见神的国 因为他想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讲 对吧 他说理智的分析 在理性的角度 但是可以说 有这个理智的清醒 比那些理智不清醒的 终于好一点吧 终究要好一点 所以呢 有一些法利塞人呢 他也是被训练的 他就在有些地方过不了关 也必须把这件事情摆平了 你总是要给他解释掉 那么我们才心安 我们才可以一致宣布 耶稣他是个罪人 可是这件事情你到时候百姓问起来 怎么解释呢 当然 这里面我们就看到了 好像我们 大家在我们信用堂也听说 对不对 我们说我们看事情 我们是靠站在神的话语上 我们不是靠经历 我们是靠神的话语 好像这两派人 一方面就是从神的话语出发 你看 他们违反了摩西世界 他是从圣经出发 另一派人就讲 我们要看经历 神就很重要 你不能说这个神节 你不能不看 对不对 他们是要神节的 是不是 你说这两者之间的真论 哪一个论点更有力呢 那当然初看起来 好像前者 他更有能力 对不对 不错 圣经经常多次讲到 单单神节是 不可能来表达 行神节一定是在神的旨意里的 比如说 在生命纪十三章 一到五节里面有这么一段话 耶和华神 严严地吩咐以色列人 如果在你们当中有先知起来 向你显个神节骑士 目的是要你随从 别的你所不认识的神 就是不是耶和华的话 哪怕他的神节应验了 你也不可跟踪他 明白了吗 就是说神节也居然可以 他们也可以应验 但是这个神节算不了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他显这个神节 是要对抗神 他自己的启示的 那么你对抗神的启示 怎么还会有这个能力呢 大家知道 撒旦也有能力的 就像摩西的手杖能变成蛇 法老的硕士们的手杖 也变成蛇 不过大家知道 那个蛇是小蛇 对不对啊 这个上帝的行神节的能力比他大 所以问题就是说 你一个敌母话也说得不错 你所行的神节是无人能行的 耶稣所行的神节 可不是一般人能行的 但是你也不能单单凭神节嘛 对不对 也可以真真有识 耶稣本人也发出警告 在马太福音24章24节里面说 因为在末后的日子里面 有假基督 假先知 他将要起来显大神节 大骑士 倘若能行 连选民也就迷惑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他能行出神节 他就一定是什么 是神与他同在嘛 耶稣说 有人来说 那个 那个 耶稣啊 基督啊 他说 耶稣什么 我不认识你们 对不对啊 主啊主啊 不是喊主啊主啊的 都能够进神的国 那个人说 我凭着你的名啊 怎么 我也传道啊 我也什么 行神节 他说行神节 可能真行出来了 也奉主的名行出来 耶稣说我不认识你 作恶的 离我去吧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单单神节 确实不能光凭神节 来这样的 问题在这地方 各有各的这个道理 其实这里面 如果法利赛人 真的愿意发现 他们当中有这个分歧 他们要坐下来 认真的 好好的言说 认真的做一番考察 不要带任何的偏见 只是为了一个目的 找出到底 应该信还是不应该信 这两个观点里面的 墙 长板和短板在哪里 好好的仔细分析 本来应该分析出出来的 为什么 因为上帝已经说过了 有些神节是专门留在 耶稣这里做的 是在弥赛亚到来的日子里 才显出来的 其中哪一个呢 就是使瞎子开眼 这个他们根本 所谓这些数度经书的人 他们真的关心弥赛亚的事吗 这些法利赛人 他们根本不能融回贯通 其实在以赛亚书里面 已经有三个地方提到 比如说以赛亚书 二十九章十八节 三十五章第五节 四十二章第七节 都是提到到那个时候 就是弥赛亚到那个 主耶和华的那个日子 最后到来 拯救的日子到来以后 怎么样呢 到来的时候 虾子的眼睛必睁开 龙子的耳朵必开通 瘸子必能跳跃向路 这句话从哪里来啊 以赛亚书三十五章五节 过去以利亚 以利沙能行这么多的神节 除了以利沙在王虾里面 六章里面 有一个特殊的 让人看见的 灵灵的所谓看见的 没有哪一件神节 是让一个什么 虾子能够开眼 更不要说让一个生来 就是瞎眼的眼睛能够开 这个神节是来 阎明弥赛亚的日子到来的 所以耶稣在家乡第一篇 讲道里面 用以赛亚六十一章的时候 加上了一句话 要宣布向穷人报告 好消息的时候 其中讲道那贝罗的得释放 瞎眼的什么 得看见 要成就在他们当中的 就是耶稣他自己来成就 所以我们有好些 就是所谓那些 深层法利塞人是严精家 他们有很多地方并不懂 他们根本不知道 所以他们错在两个地方 一个对神节的性质的研究 和神的 也是神的话语上面的来源 没有好好分辨 还有一个对安息热也是错觉 错上加错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 那么我们就看 法利塞人真的关心 他们要了解 到底怎么来解释这件事吗 他们真的要关心 圣经是怎么说的吗 如果是这样 耶稣基督的正光 就可以照进他们心中的黑暗了 但是我今天要告诉大家的 今天的题目就是说 黑暗为什么不接受光 黑暗为什么不肯接受光 这里面就说明 那些黑暗的本身 彼得他口口声声 法利塞人很注重什么圣经的 他其实根本不关心真理的事 他们更要关心的 不适合真理和谬误的分辨 而真理和谬误的分辨 这个是一些相关的 要知道 这个约翰福音九章 那时候我在尤比西 那时候念神学办查经办 就引起了我特别注意 因为我要跟中国大陆学生 传福音的时候 我要告诉大家 很多中国大陆人 他讲我要中的是证据和事实 我之所以不能信 因为我没看到证据和事实 你们信的往往好像是 不要证据事实 就一厢情愿就信了 其实事情恰好相反 真正要信的人 他绝对不怕做事实的验证 只有那不信的人 才会不惜手段地 来篡改事实 抵赖事实 睁着眼不看事实 或者事实 苏心不能被挡住的时候 要改变事实 要得出来的不可避免的结论 这就是整个法利塞人 要做的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这如果 他们害怕 耶稣真的行了这样的神节 这个事实被确认 而且引导出了结果 他真是从神来的话 那么他们就糟了 因为耶稣就明明地批评他们 他们一定要危害到 他们在世上的尊严权柄 和他们由此带来的 一切的既得利益 因为法利塞人 之所以在犹太人面前 能够这么样作为作福 因为犹太人认为 他们是怎么样啊 只有他们才能解释上帝的话语 他们是摆出这么一副架势 而耶稣的征战 就是摧毁他们的 这个假面具 是他们虚妄的 他们比那些 所谓的税吏和妓女 离上帝更远 为什么呢 因为税吏和妓女 至少他们都知道 他们是罪人 这一点他们是知道的 他们干了一件 干的都是在当地 在人们当中是容不下的事情 他们深知这一点 而法利塞人的骄傲 就认为他们干的是 替天行道的事 这里面就是一个 大大的盲点 所以在这里 他们 在这个地方呢 他们又不想让大家知道 他真的是不在乎 所以他装着一件 他们也关心 到底事实是怎么样的 所以他们也主张 我们不妨可以做个调查 他们要测试一下 他们希望在调查当中 能不能收到 有利于他们的证据 如果有凡事说 不利于他们的证据 他们能够可可被压下去 如果压不下去 能不能重新解释掉 这就是他们 所有的 他们的心理的想法 明白吗 在这里 我们就来看 这样子 他们起了纷争了 为了评写他们的纷争 最好一件事情呢 就是说呢 让这个虾子呢 自己说 他不是从神来的 连他自己都不能说 我们还争什么争呢 一个说是从神来的 一个不是从神来的 所以他们就来问虾子 怎么来问呢 他们想 虾子有一点 可能是没办法 让他否认的 因为他从前是虾子 现在开了眼 估计让我们承认 这就是真的吧 这个神迹就算 真的发生在你身上吧 大家就知道 这个十八节是怎么说呢 这个十七节怎么说呢 他们又对虾子说 我在这里讲 他们的心理过程 这经文上不讲 你们想想 怎么又到虾子那里去说了呢 他既然开了你的眼 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 事实上 首先 估计我们承认 是开了眼了 我们不在这件事情上争论 好不好 你们虾子已经说了 我肯定是开眼的 那么你说他是什么人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一旦 不能把四蛇 给压制住 封锁掉 但是我至少 可以来扭曲这个四蛇 本来要导致的 不可避免的结论 能不能做一点 这件事情 压制他 他们怎么说呢 他们来找他 请注意是摆着架势来找的 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 虾子当然知道 他们是对耶稣怀有定义的人 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 就是说 法利塞人告诉我 你小子注意点 对 我们是 耶稣 他是我们的敌对的 对不对 你敢说他的好话吗 我现在问你 你说他是什么人 就算他是这了 如果虾子一看 这个情况不对 其实他算不了什么人 关我什么事 我只要眼睛好了就好了 我才不管他是什么人了 这个是最好的 对不对 人只要有利益 在利益背后 这个真理什么什么 感恩事情都不做 我才不管 是不是什么人 你们自己说什么人 就什么人了 干我何事 我不过是小民百姓一个 你们不就是老师和权威吗 他这样讲也是顺理成章 他把这个皮球踢过去 他也可以什么样 不去说是也不是 至少他良心上 没有那么重负 他至少可以避免 但是他在这里却说了一句 让法利塞人想不到 他居然勇敢 这个瞎子 怎么会这么勇敢 这个乞丐 这背在边缘 随便打耳光 踢脚的一个人 今天你眼睛一睁开 你这么神奇了 我们这批人 站在你面前 你竟然怎么样 我们眼睛瞪着 你都不当一回事吗 结果瞎子说什么呢 瞎子就这么说 他说四个先知 就这么简单 四个先知 不能说瞎子的认识 就一步到位了 其实耶稣远不只是个先知 但是说他是先知 已经要有非常巨大的勇气的 因为表明是先知就好了 就神与他同在 他是从神那里来的 凡先知都是从神那里来的 那好了吗 犹太人有什么好争呢 我这个灵 当事人我都这么说了 对不对 四个先知 他是照着正确的方向 走了关键的一步 这就是以后 这个瞎子能够得救的根本原因 因为他在这里面 有他真的勇气在这里 他不愿意 磨掉自己的良心 他应该说这话 结果 你知道吗 一说说了这话 不得了了 事情又打回原形 你看 本来都承认了 你说他是已经依了你 结果你说是先知 对不对 或者说依了也没什么关系了 做这个神就有什么关系 谁都可以做 张三理事 你们爱做就做了 这样子的话也没事 随便你怎么解释 千万不要说他是先知 你说他是先知 那我们是谁啊 那我们就是被先知 撤责的一群什么 假冒为善的人了 我们就要下台了咯 那是绝对不能发生的事情 你就知道了吧 这个抵挡 是因为人的其身利益 每个人不承认 不想信耶稣 都不想放弃自己的主导权 明白了吗 哪怕你就是一个普通的人 你说我有什么权啊 我在家里做姐妹也是最小的 做弟兄也是最小的 一直在人家面前装孙子的 对不对 你可以这么说 但是你心里面想什么 想做大爷 你心里也不服气有神啊 所以每个人的罪人 都是这样子 要自我为大嘛 是不是 所以在这儿 这个结论是他们最不愿意听到的 最不愿意听到的 这里面我就告诉大家 其实这个世界上最害怕的 就是 事实被掩盖已经够害怕了 事实被扭曲已经够害怕了 但是比这更恐怖的事情 就是事实可以大大方方地摆在那里承认 但是却不让你得出在事实面前应有的结论 那才是真正的恐怖 你明白了吗 法利塞人就准备在他身上行这一招 可以承认你是 你是什么 被开了眼 但是你千万不要因为开了眼 你就把他称为什么 称为是先知 我们知道 真正的结论是从事实这里总结出来的 对不对 我们在这里已经摆出来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他居然还要否认 因为他得出这样的结论是他们最不要听的 他们在这个时候才重新要回到事实上上去 他们就18节就说了 18节怎么说啊 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瞎眼的 后来能看见的等到叫了他的父母来 什么意思呢 没办法 本来想承认你做了这事 没想到做了 你一承认你做事 你就得出这个我们最不要听的结论 我们就想办法把你的事实怎么办 把你的事实也打成谎言 你是做假 然后我就审判你 你原来做假见证来做做假 然后你就没办法 就把你的影响力给消除掉 明白了吗 我今天刚刚讲的就是 最可怕的就是要掩盖事实 但是法利塞人知道 这个事实掩盖不了了 那怎么办呢 对不对 如果现在有的时候很简单 你既然这样说 把你把你抓进去 一顿酷刑 让你在电视台里面讲 我都错了 那你就可以了 对不对 那现在知道当时他们还没有这么无耻 还没有这么无耻 对不对 但是我要知道 比如说我告诉你 让我过去 我讲一个我心里痛苦的事情好吗 过去我 我过去我年幼的时候 我一知道 那是被党教育啊 党啊是真诚伟大 要我们勇敢诚实 要做共产主义班人 一切都是正能量向上的 所以我又是当时一看 当时的宪法 文革以前那个时候 还没有 在宪法上面说 比如说人人有什么信仰的自由 我说人人有信仰自由 那就是你又不信共产主义的自由 哇 这不得了了 你讲什么话 我想这个圣经上面是 不是 你在宪法上这样讲 这时候一群人就讲 你可千万不能把它当真啊 你怎么把中华人民国宪法 你当真了 我把它当真 那就我不信任自己的政府 那不是更可怕吗 我就是反对政府了 我一定要相信政府啊 政府一定讲 一定是当真的 你知道最后的解释是什么 我们都相信这不是真的 但这是正常的 政府就必须说这样的话 这就是政治的需要 你明白了吗 你这个书生气头脑不开花 把你的真诚完全打掉 就告诉你事实上的政治 就是政府是一定要说谎的 说谎是常态 虚假是常态 明白了吗 所以这就是现在中国最可悲的事情 最可悲就最可悲在这儿 那些五毛也知道 比如说也知道这是假的 但是他就讲假的又怎么样了 就是要假 哪个国家不假啊 每个国家宪法都是假的 他可以这样讲 他会随便这样讲的 他也不跟你说什么 这是大的假和小的假的区别而已 他会来一套里面 就是假 你不要惊慌 也不要受错 你要不要感到你自己良心受到了玩弄 你要受到了欲弄 这一切都是正常的 你今天居然敢说皇帝身上没有穿衣服是你不正常 大家都说居然没穿 大家一定要说他穿 这才是正常 你明白了吗 这就是不听福音的可悲 世界上的这些法利塞人 他就做这件事情 所以他希望 你今天就算你的神节 要把你神节带来的效果 一边默杀 你只要默杀 我就是说 你说要有神节也可以 只要有另外一个版本的解释就可以了 你明白了吗 要有另外一个版本解释就可以 这就是可怕 你要知道原来说改革开放多好啊 党和政府继续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训 终于现在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 有任其志了 国家主席只能做两任 然后我们发生了集体领导 但是今天早上一个消息 中共中央已经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提出要修改中华人民共宪宪法 去掉国家主席 单任主席不得超过两任的限制 已经出来了 如果过一两年前 如果你说话 那你向党和国家政府 你污蔑攻击 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你不可以这样污蔑攻击吧 现在他自己都这样做了 教你能不能让无虞啊 对不对 但是你要有既得利益上 你翻过去也可以说 本来你可以歌颂多么伟大的改革啊 党啊 你们要有信心 你看党自己做得很好 你现在翻过来 一样这是必须的 因为全国人民早就盼望这一天了 你都可以说 这是大快人心的事 党就需要有坚强的领导啊 就永远领导下去 革命领袖就要追功尽瘁啊 就怎么样怎么样啊 死而后已啊 你都可以说出一大道理由了吗 对吧 这就是人心的可悲 你知道吗 法利塞人就是用这个方法来玩弄这个百姓 控制在他的领导上 可是 哪里有基督灵 哪里有得自由 在基督灵上 我们就说 坚决认证事 谎言虚假 是最不可能容忍的事情 可是我们中国现在已经习惯了虚假和谎言 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 当事实不能掩盖的时候 就有另外一套理论来做决定 所以在这儿 已经讲得非常清楚 我若荣耀 在这个地方 他们就开始就觉得不能够把他的嘴封起来 怎么办呢 就想办法把他的见证变成虚假 他们要去问 为什么到第十八节 突然就说 耶稣不信他从前是虚假 后来能看见呢 他本人不是自己亲自做了见证 你不信他你还信谁啊 他们忽然会挂出一条想法 这个虾子别以为他说的是真的 他说他从小就是虾的 生来就是虾的 是你要问问他 他从婴儿 从母亲母佛丽出来的时候 他有没有记忆啊 他的记忆最早呢 算他记忆好 从三岁开始记忆吧 三岁以后才可以记世 所以他最多只记得 他三岁以后是瞎眼的 所以他就以为自己生来是瞎眼 对不对 以前的事情不知道嘛 所以最好就是什么 找一个人问 你要找一个 大家听起来是最合理的问的是什么 找他父母了 因为父母是生他的 你要知道去问他父母 这法利塞人 这方面马上就高兴了 因为有文章可做 他们就找父母 这个架势 上面没有说 这父母没见过大四面 因为是瞎子的 可能也没有什么特权吧 一群法利塞人 就把他找来 叫来喝茶了 跑到他的办公室里面 一般人都吓死了 对不对 马上就问他 怎么问 你说怎么问 他说 这是你们的儿子吗 首先认了 这个人是你们的儿子吗 先问他 是不是 最好的回答 不是 我们不认识他 他跟我们一点关系没有 对不对 说完就逃了 那最好 这个效果就达到了 然后先问确定 是不是儿子 第二 假设是儿子的话 我们关键地问 可能你儿子不能否认 还有一件事情 你至少可以顺着 我们意思回答了吧 你们说他生来是瞎眼的 如今怎么能看见了 那这个话语气容就是说 你怎么解释 如今怎么能看见 如果你敢说如今看见 如果是耶稣给他治好的 你知道下面等着 你是什么好果子 你说牧师啊 你讲到也不能这么讲 对不对啊 怎么会这样想呢 他们不知道 他们可能是刚刚也跟你 知道儿子刚刚什么 眼睛开了 也不知道谁开的嘛 但是我告诉你 经文理事说了 这些父母啊 经过一番盘算 给了法利塞人要的东西 但是至少 也让法利塞人感到难堪 他说他有知道和不知道的两件事情 第一 知道他是我的儿子 第二 说明了 他生来就是什么 瞎眼的 这两点肯定了 法利塞人是有苦说不出 为什么呢 就凭这两点承认 你怎么定他罪啊 这个事情上 做父母知道 我在这点守住 我还是safe的 我这个话还是可以在范围里讲的 他不能对我 奈何我 对不对 只我知道下面的话 我是不能讲的 至于谁能治好他的 怎么治的 我绝对不讲 为什么 这上面已经有话说了 他说 至于他如今怎么能看见 我们却不知道 是谁开了他的眼睛 我们也不知道 这话是真的话 还是假的话 假话 绝对是假话 你说可能是真的 因为他们里头情况还没有 还来不及问他儿子的 他也是第一次听见儿子 不是 他们就打了个马虎言 为什么呢 他已经承认了 你们问他吧 他自己不能说 这话也不错 你问他最好的第一手资料 既然他说能问我们干嘛呢 这话也很合理 但是有一点 他绝对自己不说 为什么不说呢 圣经已经点出来 他们不说的原因是什么 二十二节 他父母说这话是怕 什么 犹太人 看到了吗 我刚才的分析 就是从这儿来的 因为他怕犹太人 他是知道明知而不讲 因为 犹太人已经明明地 已经吩咐了 他们伤定了 若有认耶稣是基督的 要不要把他赶出什么 会堂 哇 这招可厉害啊 这招赶出会堂 跟我们现在什么 开出会计 绝对不能等日而鱼的 那开出会堂 就等于把 从他犹太人的社会当中 驱逐出去了 他连成为一个 犹太人的资格都没有了 因为他被犹太人的会堂 赶出去了 这是何等残酷的 一种处理方法 明白了吗 这就是开出 他的民族机关了 就等于 所以在这里呢 你说 哇 耶稣那个时候 名声大到这个地步了 就是民间有呼声啊 已经认为 耶稣就是那个基督了 所以法利塞人 不得不研究了 这么一个对策 而且把这个对策 公布出来 以正什么 把情势控制下来 你们以后 谁再说 耶稣是基督的话 你们都要被赶出会堂 以这个就是什么 来什么 就同管 同管这个声音 不准你们发出 自己的 自己的这种 独立的言论 否则你们 一旦说出来 就妄议中央了 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所以在这个地方 是不准他们妄议 已经把这个 该怎么说的方法 已经说清楚了 你们不能随便自己说 给你们统一的口径 就是这样 所以 他们是怕 但是这个怕 这是我们为他 感到可悲的地方 你要知道 这说明他怎么样 还没有得出 耶稣基督救 像Bois他们分析 这个经文的时候 很明显 他的父母 没有因着他儿子 因着耶稣 将他儿子 从生来救世 瞎眼的情况 救出来以后 而真正地得作 这个大神节 应该带来的恩典 这是很可悲的 照理上 最伤痛的是父母 看到自己的孩子 生来就瞎眼了 因着瞎眼 而能为边缘人 成为窃讨的 但是他今天 能够在了眼 没有比这个 让父母更高兴的 更要去感谢 救他儿子命的那位 挽救他一生的那位 他居然在这里 不敢说出他是谁 不敢为他说一句话 更不要说 为他献上感恩 所以Bois说 这个人肯定那时候 至少在那个时候 他还没有信主 因为信主的人 绝不会这么说 为什么 因为耶稣说 若有人在人前不认我 我在我的父面前 什么 也不认他 做基督说 没办法 你这个见证非得做 你没有办法 你再没有退无可退了 你不能因为 逼迫一来以后 你就害怕地 把知道的 装作说不知道 你不敢为耶稣基督 做见证 你既然不敢为耶稣基督 在人前做见证 为何耶稣基督 在他父前认你呢 明白吗 这就是为什么 马丁路德他说 他在这个当时的 神神罗马帝国的 皇帝面前 能够这么说 我如果你今天 要我收回我的言论的话 我这样做 既不正确 也不安全 不是说吗 当时的人都听傻了 你这就收回才安全啊 你要知道面对皇帝 你不收回 马上就把你抓起来 就要等着酷刑 要准备烧你了 那才不安全 原来他的安全 是指着在神面前不安全 否则 马丁路德怎么会唱作 上帝是他的千古宝藏呢 他要的宝藏 是千古的宝藏 他不要一石一地的宝藏 世上的君王 最多是宝藏一石一地 在永恒中被神遗弃 那是多么可怕的事 所以他不敢做这事 这就是真信主和假信主的 一个最后分界线 神让逼迫临到中国的教会 就是看这里面有到处 真正愿意为主 在这方面能够见证 能够舍命的 和在压力面前否认 耶稣是他救主的人 在这里面就可以把他摆出来 所以这个地方啊 我们要知道 约是这个时候 我们一定要搞清楚 我们到底信的是谁 我们一定要不要让 上帝的名授羞辱 一定要在这里 要显出神的荣耀和他的大能来 因为我们不是属于 这个世界的人 我们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 所以企图 如果老是希望我们的信仰 能够被这个世界来接纳 我们的想法 就根本就不明白 我们的福音的本质是什么 我们的福音本质 就是表明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 如果我们与世俗为友的话 就必然就是与上帝为敌了 所以在这儿 他说了这个话 他父母说了这个话 是怕犹太人 因为犹太人已经商业定了 你说犹太人 既然用这样的方法来封人的嘴 因为你讲出 哪怕你是事实 你讲以后 你也没有好果子吃 用这种权势 定这种方法来压迫 这样的人能够 真的找到真理吗 即便是他这样子来调查研究 他能调查研究做什么结果呢 他们终于从 这个瞎子的父母当中 得到了他们要得的东西 他们终于算可以松了一口气了 绝是给控制住了 这件事 耶稣做成这个神结 他们最怕见到的效果 被什么掩盖了 至少在一般人面前 你要知道 为什么悼念和谬 无能在社会上长久进行 因为有太多像瞎子父母的人 不敢在真理面前站出来 挺身出来 所以得以让那罪恶继续 在这个世界上横行 明白吗 这就是为什么 中国现在有很多很多 这种逼扑现象出来了 照理讲海外应该把这些事情 摆出来 让政府 让世界人们知道 这是不行不对的 这样子政府 就对他有威慑的 他知道不敢再怎么做了 但是有多少海外的 这种报刊 华人报刊 你必说了 基督教的报刊 也不敢轻易去惹这个麻烦 生怕被政府盯上眼中盯 你怎么登写不利我们的这个报告 但是我们怕了 怕了就让他可以放手 继续这样干 去逼迫我们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在海外 要我们受逼迫的弟兄姐妹发生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们今天信用堂 就是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在这里是痛心的 就是很多的基督徒的教会 很多的机构 也不见得就理解 我们的信仰到底是向谁尽忠 还是我们用着人的自己的智慧 和自己的算计来搞 决定我们的事工要怎么做 这就是我们自己 要在神面前好好反省的事情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 要真的要信主 真的是要付代价 不付代价 不可能真的信主 也如果我们祈求 跟世界上面能够 在这方面也能够 不能够有什么代价要付的话 我们实际上也就真的 没有把自己交在主的时候 今天我们说 光照在黑暗里 黑暗不接受光 为什么不接受啊 因为接受了 就丧失了自己 私欲里面 一切想得到的既得的利益 不要用这种高大上的 什么其他的理论和学说来了 因为在这里面 最不愿意证实这个事实的 不愿意 所谓的从实践中 实践出真知 从调查中了解的 这都是人用来骗人的话 人不可能从实践中出真知 人只能在上帝的恩典怜悯下面 能够站立在真理和真相的根基上面 说话 不可能因你自己的实践 你知道了 就算你知道 你也不敢说出来 就是有人想说 他也不愿意说 这就是这个世界的真相 这就是为什么光照在黑暗里 黑暗不能接受光 这就是为什么 当福音传出来的时候 我们一些抵挡的人 要拿出科学主义的大器来抵挡 拿进化论来对付上帝的创造论 你说进化论 我们去骗骗那些 没受过科学训练的人 或许有用 我今天告诉你 进化论最大的麻烦 还不是面对信仰的真道 最大的麻烦是 在科学上他不能自愿其数 无论从科学的严格的方面来讲 进化论的毛病太大了 他里面的这种 取少的证据太多了 他要从一点点的能够 要让出一个大的结论 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他居然还一直这么做 为什么呢 因为结论不是从科学来的 结论是人必须要有个 来源要有个科学的说法 如果不给错科学的说法 那么人就会相信上帝了 因为人只能相信 人是从上帝造的 既然我们要不相信上帝 反对上帝 那么我们就要用种方法来对抗 我们就告诉大家 这个人的来源 必须用科学方法来解决 尽管现在进化论 不能解说 比如说寒武纪的大爆炸 六亿年前的 为什么地质城里面 出现十个门类 这跟从简单到复杂的 这个过程 根本就不符合 为什么在这个化设当中 有许多的趋环 我说最形象的 我曾经说过了 长颈落和普通的落之间 没有任何的连接 因为没有一种中间的产物 叫中颈落发现过 从来没有产生过中颈落 连化设都没找到过 从来未存在过 你怎么说 这个是这样的演变过来的呢 如果这个演变 那不是一天晚上长出来的 那不得了多少漫长的岁月当中 你漫长岁月 你一定积累了不少中间过渡的 这些中间过渡的 本来能够长出来 就比你原来的优越 怎么后来就死了呢 他说我们就是为了让 长颈落成成的 当长颈落认完成了 我们就这些中颈落一起死去吧 你也可以去死吧 那你死了 你要找到这些化石和尸体 对不起 恰好 sorry 对吧 这些都是可以找不到的 你说这种很多很多事情 都无法来挽救的话 你就凭几块的牙齿 几块骨头 你就能勾住出这么大的理论了吗 很可怕的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你跟他们说 进化论说 我也知道 这个进化论远远不能说得上完备 但是你要知道科学是不断发展的 所以这里面这个问题的证据都能找到的 为什么呢 因为机论是不可改变的 因为你要知道 世界上不会有上帝的 也就不会有上帝造人这件事情 所以因此我们必须再不完备 我们也要制造了另外一种学说来对抗 这是当代科学的 借的最大丑闻 就是所谓进化论 还在这个世界上蔓延 可以告诉大家 那么 还有所谓的中国的什么 基督教是阳教论啊 这是民族主义的这种东西拿出来 也是的 这些都是敌党啊 所以我今天要告诉大家 黑暗为什么不接受光 因为黑暗怕看到事情的本相 因为黑暗怕见到真理 黑暗就是虚黄 因为黑暗本身不是上帝 怎么 在这个地方 让它自己能够独立存在 黑暗现在存在是为了显出光明来的 在真正的永生的新天新地里 就没有黑暗的存在 所有的黑暗就留给那些 永远愿意 不顺从真理 只顺着自己的思域 自己又照着自己的 自大的这样的像 走过去的人所预备的 为什么呢 因为真如约翰福音所说的 因为耶稣来到这世上 光照在黑暗里 黑暗不及受光 是要表明那些人 是什么样的人呢 因为自己的行为 是恶的 因为 世人光来到世间 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 不爱光 倒爱黑暗 定他们的罪 就是在此 凡作恶的便恨光 并不来救光 恐怕他的行为受责辈 这就是 真正的黑暗不及受光的道理 那么 对于我们愿意接受 上帝的光照的 上帝的儿女们是怎样来呢 就是行真理的就必来救光 你是要行真理的吗 你愿意不活在虚妄中吗 你不愿意活在谎言中吗 就来到真理当中 光当中吧 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 就说明 我们靠自己永远走不到这一步 没有哪个人是天生爱真理的 千万不要相信那些话 我爱真理 我爱老师 但我更爱真理 这些就是亚历斯多德讲的 只是在某种范围里有效 但是属神的真理面前 他永远不能自己看见 也不能自己寻找的 因为圣经说得对 人在热光之下 没有明白的 没有寻找的 没有行真 这就是世人的图景 所以今天 让我们来看 那个瞎子最有深刻意义的 他说我只知道一件事 我从前是瞎眼的 但是如今我能什么 看见 每一个我们今天 真正的基督主的信心 就建立在这上面 如果你信主以后 不能把这个世界的整个体系 来一个翻过 upside down 重新看清楚 原来我们认为的这个世界 是不正常的世界 一切都在不正常的悖念和堕落当中 你才知道 你的逃难的地方在哪里 如果你还认为这个世界是正常的 人性还是正常的 你还真的不认识耶稣基督 祂是谁 但愿我们今天我们在座的 我们的慕道的朋友们 今天真的能够知道 来从神的话语里来 来打开我们的心 让我们回归真实吧 让我们回归真理吧 不再躲在虚妄和谎言中 来无目的地 照着自己的意愿去生活 以至于显出上帝 愤怒的审判的时刻的到来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的保守带领在我们中间 主要谢谢你在今天 借助你自己 在两千多年行出了一件的神结 而且借助这神结以后 发生的后续的这个效果里面 所追踪的事 让我们一步步来到你面前 来知道私人 为什么要抵挡你真光的进入 才知道我们的世人 原本是这样的 完全是非理性的 完全是荒唐的荒谬的 完全是自我中心到一个地步 本来可以看见 都竟然在你面前 一概都瞎了眼 可以睁眼不看事实 即便事实贴正如常摆在面前 还想扭曲事实所带来的意义 达到能够维持自己 原来在这个世界上面的 原有的一切的 自己的势力 主啊 求你怜悯我们 求你怜悯我们在座的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信义间 一定有心灵的挣扎 因为没有哪一个罪人 愿意自己放下自己的主权 将主权交在你的恩手带领下 唯有你自己的圣灵 才能做这样的功 再忍不能 再神就行 主啊 我们在这里 切切地求告你 你自己 主 你的圣灵 进入到我们那些 刚硬的 坚固的心灵当中 打开我们的心门 让我们能够把一切 至高至大 至以为义的东西 都在你圣经真观的检验下面 一样 每一样都放下 来归神给你 主啊 谢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